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问了吗? 是你了 准备好了 有什么梦想? 我的梦想基本上是把你顶下去 行走在凡环闹市的街头 可能我们需要的不单是温饱 而是一份抚平我们忙 总而言之,有时候去到这个时候 想吃宵夜,找点东西吃 是很个人的事情 不需要文艺 其实说起,找点东西吃 其实潮汕豆浆是挺喜欢的 因为之前有个1.0版本 接着又有个2.0版本 而今时今日我们过来 将会尝试3.0版本 3.0版本就是有歌厅 有夜市 在歌厅里喝豆浆 是怎样的呢? 各位 所在的位置 是中山八路石路基 这一边 在大路上不进来 是这一间路边等你 不是说笑 这里整个装潢 就粘着海布 加上周边的布置 真的好像那个我没去过的 台湾夜市 还有最底石呢 有这样的东西 除了环境有特色之外 也很有特色 知道吗? 加烟姐 我很想念你 在这里 听人说不是有住唱吗? 我们每个星期五 每个星期五 7.30到9.30之间 都住唱去唱歌 之前去喝子夜豆浆 1.0版本 脱漏少少少 路边摊 夫妻当 很远过来 2.0 加昇哥去的 开始有冷气 3.0版本 不单是有冷气 这么简单 喂喂 陈芝拉 陈芝拉 这一碗 就是这次的路边 等你出品的豆浆 各位我不客气 清脆利落 喝完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味道 都是清脆利落 不算很浓 但是很香 的豆味 之外 它的口感是滑的 它跟桃梨柴有很多 但是就这样一碗豆浆 你没理由当是 这个是什么 这碗多东西 这碗多东西 这碗 有些 枸杞 莲子 一些 海底椰 海底椰 类似有些 像烟磨的东西 杏在豆浆的味道 依然是清淡的 和这一盘的 枝浆是一样的 它只是多一点 就是刚才说的 几种不同的植物 甜甜的香味 依然保存了 豆浆的清纯 干净 和毛枝 就像16岁的我一样 和干净 这个味道 不够滑 完全不够滑 第一次吃的滑 你不想跟我加很多油烟酒 包祝婆 你为什么曝禅之间没有电 你怎么会变成? 我喝了一碗豆浆 小吃的东西 我都不用你买单了 我去卖唱 我用卖唱的方式养活我自己 我用卖唱的方式养活成绩 你满意吗?你开心吗? 你够吗? 这一天的油炸鬼 这个豆浆很妙 这个豆浆很紧 像我在站哥吃的那种 一吃到口,脆脆的 进去后有牛腻酥的感觉 3.0的版本 也要试试那些3.0的 这款是阿华田加煉奶的油条 可以 这款豆浆 没有太大感觉 很淡 因为这种东西是最妙的 用小吃的甜味来 微補豆浆的清淡 很好 彩虹忌廉油条 很漂亮 拍照一流 有一款在台湾很流行的 芝士烟肉炸蛋 它是浓味 浓香 重油 咸香味 就这样吃的说话 可能你第二口 你已经不想吃了 但在第一口之后 加入豆浆 很好吃 一个很好的男配角 可以配起每个女主角 其实这些东西挺有趣的 它全部都有食材可以送走 但它又不给你酒 豆浆清淡淡 有些氛围 如果我晚饭喝猫 的说话 在这里烧夜 在这里醒酒 再回家 不用被人骂 都可以 这次是没有令我失望的 豆浆3.0版本 因为这次和1.0相比 真的有点 雷公打架 相当天共地 如果这家店可以在家里 更加好 晚上3-5日 一起聊聊天 因为豆浆挺有趣的 最后请你记住 姚大山山 全世界的人